男孩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他蹲下身一看 竟然是一根长相奇特的鸭蛇 为了查出这东西能不能吃 球地找到生物老师 让他帮忙分析成分 可看了半天 就连生物老师都没见过这种生物 就在同学们议论是什么东西时 亚瑟小子突然碰倒水杯 洒在了鸭蛇身上 不一会 他居然冻了起来 老师见状 赶紧把他丢进了鱼缸里 众人这才看清 鸭蛇的本体原来是一只虫子 并且他身上长着一堆畜蓄 身体接触水后还变得透明起来 老师伸手去摸他 虫子竟然分裂成了两只 当老师再次尝试时 直接被他咬了一口 手指瞬间流血 这一幕把同学们吓了一跳 但他们并不知道 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晚上 校长刚要收拾东西回家 突然 体育老师从身后出现 拿起铅笔直接扎中了他的手 来不及喊疼的校长 拼了命地往外逃 刚好在镜头看到了同事的身影 两人赶紧用铁链把门锁了起来 本以为可以逃出生田 却不料 这个女老师却拿起剪刀 当场送走了他 到了第二天 校长的死讯在学校传开了 与此同时 体育老师的行为也变得异常 他站在操场上淋雨的荧幕 被球弟发现了 并且班主任看到他用相机拍照后 还用吃人的眼神盯着他 种种迹象表明 学校肯定出了事情 于是他找到求姐 把这些的事情告诉了他 正当两人来到老师的休息室里 寻找线索时 原来是体育老师和班主任走了进来 而这诡异的一幕 顿时把躲在一旁的球弟两人下了三点 就在这时 校医走了进来 他刚喝完一瓶水 就被体育老师推在了衣柜上 而班主任则是过去把门锁了起来 顿时间 校医看着两人不止如何是好 突然 体育老师疯了湿地按住了他的头 下一秒 就被变异的体育老师吸干了脑汁 球姐看到后 吓得直接瘫倒在地 无意间还撞到了一具尸体 而动静声也吸引了体育老师 正当他打开衣柜时 球弟直接偷他下路 接着拉上球姐一起冲了出去 在逃跑路上 死去的校长却半路拦住了他们 甚至刚刚那个校医也诡异复活了 看来 这里的老师全都变异了 两人吓得跑出了这里 很快 他们联系了警察 可来到现场后 衣柜里的尸体变成了布娃娃 并且休息室里已经被老师们动了手脚 这时 校长突然叫走了警察 没想到 等警察从房间出来后 整个人也变得不太对劲 到了第二天 校医室门口排起了长队 学生们被老师拉进检查 等他们出来后 每个人都在疯狂眩水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一切肯定和那个奇怪的生物有关 于是球弟带几个同学来到生物教室 却发现那个鱼缸里的生物不见了 就在这时 生物老师突然走了进来 他像是察觉到球第一伙发现了秘密 于是 他直接摊牌 说自己就是变异人 上来直接就想吐虫子感染他们 关键时刻 阿伟掏出一根利尿剂刺向了老师 没想到 无意间却打败了变异的老师 看来利尿剂似乎可以对付他们 就这样 他们把虫子打包起来 一起来到阿伟家做实验 经过一阵倒过 他们终于发现了虫子传染方法 阿伟将他的尾巴切开 接着夹起来丢进了老鼠笼里 在网上面滴了一滴水后 虫子的尾巴瞬间复活 并且伸出触手钻进了小白鼠的耳朵里 随后 阿伟拆开了小白鼠的迹象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只完整的虫子 看来物理伤害对虫子没有效果 只有利尿剂才能将其消灭 阿伟觉得这种靠寄生的虫子 应该有一个母体控制全局 只要杀死他就可以将它们团灭 几人为了确认自己没被寄生 他们都注射了一只利尿剂 没想到 球姐竟然被虫子寄生了 并且还毁掉制作利尿剂的设备 接着撞碎房门 坐上车前往了学校 等众人追到学校后 死去的校长找到几人 阿伟觉得他一定就是母体 就这样 众人用球网缠住了他 阿金直接把利尿剂泼了过去 校长瞬间化为灰烬 可惜的是 校长并不是母体 这时 外面吓起了大雨 阿伟正想开车接走众人 却在操场上看到了变异的体育老师 吓得他赶紧回到了体育馆 眼看就要被变异人包围 却不料 阿金突然偷袭了他们 并且变成了一只巨型虫子 看来 他才是母体 球弟两人被他追到了泳池边上 女同学还被他拖进了水中 就在母体要将其生吞时 球弟及时把他拉了上来 随后 朝着更衣室跑去 而母体也紧随其后 一路跟着球弟来到了体育馆里 球弟看准时机 启动了伸缩座椅的开关 接着勾引母体走进了后台里 没多久 就被往回缩的木板夹住了身体 而球弟也把利尿剂插进了母体身上 他临死前还喷了球弟一脸虫子 跑在利尿剂起了作用 这才避免了感染 最后 所有被寄生的人都恢复了人样 球弟也因这举动成了校园名媛 和心爱的球姐过上了哇塞的生活 好了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